白俄罗斯国歌第一句是 我们白俄罗斯人是和平的人民 白俄罗斯北部与俄罗斯为零 南部与乌克兰接壤 西部同波兰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毗林 国土面积20万7600平方公里 人口950万人 1994年大选中 罗卡申科以80.6%的得票率成功 成为白俄罗斯历史上首位选举产生的总统 罗卡申科执政至今已经连任六届总统 在政治拳台的巅峰 稳坐了二十余载 2020年8月9号 白俄罗斯第六次大选 根据白俄罗斯选举委员会数据 罗卡申科获得80%的选票 与26年是一样的 同样是80%的得票率 然而大选后却出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 十多万白俄罗斯人走上街头抗议 同一个人 罗卡申科 同样一个结果80%的得票率 然而结果却是天差地别 罗卡申科出身贫寒 1954年8月30号 他生于前苏联白俄罗斯 维杰布斯克州 科费斯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罗卡申科的同年是不幸的 他的母亲未婚生子 然后父亲就消失了 母亲辛苦地把他拉扯大 罗卡申科也很要强 考入了莫杰料夫教育学院历史系 1975年 罗卡申科毕业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 他与自己相恋多年的同学 加琳娜结婚了 毕业后 罗卡申科没有从事教育工作 而是参军去了 在驻布里斯特边防军服役两年 1977至1978年 他又回到了莫杰料夫团委工作 1979年 罗卡申科光荣地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1980年 罗卡申科被派驻到 驻明斯克的120市长担任军官 罗卡申科符合干部年轻化的所有标准 又在军队待过 政治过硬 因此成为重点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 两年后 罗卡申科从军队退役 1982年 罗卡申科转业到集体农场 历任莫吉料夫州 石克洛夫区突击手 集体农庄副主席 列年集体农庄党委书记 城市人国营农场厂长等职务 在农场工作的期间 他还在白俄罗斯农学院进修 1985年 获得经济学专业的韩寿毕业学位 1990年 罗卡申科正式当选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 一年后 苏联走到了历史的转角处 1991年12月8号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 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 舒什克维奇三人 在比亚沃维耶扎三年 举行秘密会议后 由三国领导人签订别洛维日协议 别洛维日协议的正式名称为 关于设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相关协议 别洛维日协议宣告三国脱离苏联独立 并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取代苏联 这位苏联的解体 拉开了序幕 1991年12月10号 乌克兰与白俄罗斯批准了这个协议 12号 此协议获得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批准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虽然反对独联体的创立 但他已丧失了所有政治权利 大势所趋 无力回天 12月25号 戈尔巴乔夫 于被迫辞去 苏联总统职务 第二天 12月26号 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 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苏联正式终结 立国69年的苏联 从此正式解体 苏联解体代表着 自二战结束后 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和两极格局的结束 并且实在的雅尔塔体系瓦解 自此美国成为世界上 唯一的超级大国 卢卡申科是坚决反对苏联解体的 他是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表中 唯一一个投反对票者 然而大傻将轻 他改变不了什么 最终苏联解体白俄罗斯独立 白俄罗斯独立后 经济改革受阻 官员贪腐严重 很快便陷入了通货膨胀 经济危机日益严重 1993年7月 卢卡申科被选为最高苏维埃 反贪污临时委员会主席 上任后 卢卡申科做事雷厉风行 出手坚决果断 五个月的时间 他已经弹劾70名贪污腐败的高官 赶在太岁头上动土 甚至弹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 舒适·克维奇和总理克比奇 舒适·克维奇被迫辞指 卢卡申科因此一遇在民间中 拥有了极高的声望 一年后 卢卡申科·克维奇 波兹尼亚克和舒适·克维奇四人 参与总统竞选 最终 民生极佳的卢卡申科 以80.6%的得票率当选总统 他许下诺言 要代表人民与根深蒂固的权贵阶层作斗争 卢卡申科自称是人民公仆 白俄罗斯国内的人 也常常把他称为父亲 他相信自己说的话 人民也相信 他摧毁了旧的制度 然后他自己就变成了制度 在卢卡申科的领导下 白俄罗斯迅速恢复经济 全国失业率 维持在2%以下 和普京一样 卢卡申科对苏联时代 充满怀念之情 1999年12月 白俄罗斯与俄罗斯 签署成立联盟国家条约 条约规定 两国在保持各自国家主权 独立和国家体制的同时 建立联邦性质的国家 卢卡申科在国内实施铁腕统治 他拒绝接受西方式民主 压制言论 新闻和宗教自由 镇压反对派 正言如此 卢卡申科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不佳 被欧美媒体评为欧洲最后的独裁者 不过他丝毫不在意 1996年11月 白俄罗斯通过全民公决 将总统任期延长至2001年11月 2001年 卢卡申科获得连任 2002年 卢卡申科曾公开说 专治的领导风格是我的特点 我从来没否认过 需要控制住国家 主要任务是不要毁了人民的生活 2004年9月 卢卡申科提议废除总统连任的限制 同年10月 举行全民公投 最终以79.42%的同意票 废除了总统任期限制 2006年3月 卢卡申科以82.6%的得票率 第三次当选总统 2010年12月20号 以79.7%的得票率连任第四届 2015年10月11号 以83.47%的高票连任第五届 2020年8月9号 又以80%的高票连任第六届 历史注定市场员务曲轮回的指示时间 卢卡申科在1994年 第一次大选获胜时的口号是 不是左派 也不是右派 而是人民 如今 甚至那些曾经视他为父亲的人民 在街上呐喊 下台 下台 卢卡申科在明斯克伦市拖拉机场 同工人直接对话时说 我们已经举行了选举 除非你们杀了我 否则不会再进行其他选举 反对者中年轻人居多 而老人们大多支持卢卡申科 68岁的格尔基耶夫纳 我支持卢卡申科 我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起来反对他 多亏了他 我们才能按时拿到养老金 卢卡申科在支持者的集会大声疾呼 如果白俄斯失去了自己的总统 那将是国家终极的开始 你们将像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一样跪下来 不知那时会向谁祈求 这背后依旧是地缘政治之争 欧美与俄国的学历 欧盟表示 白俄斯总统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并准备对选举后的镇压实施制裁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 博雷尔甚至在推特上赞扬了抗议活动 欧盟站在白俄斯人民这一边 波兰是东欧的门户 也是北约的门户 而与波兰相邻的白俄斯 是俄罗斯最最重要的盟友 白俄斯的地理位置与众不同 在地域上贴近俄罗斯的复兴地带 两国是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战略伙伴 自白俄罗斯发生示威游行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来飞到了波兰 蓬佩奥此次出访 中东欧四国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游说这些国家在5G上排除华为 另一个是阻止俄罗斯与德国的 北希尔天然气管道项目 从美国到华沙 顺手再把白俄罗斯这坛水搅浑 一石三鸟 美国人最喜欢浑水摸鱼 蓬佩奥在波兰首都华沙 与波兰总理马特乌斯 波兰维茨基签署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为了把从德国撤下来的美军部署到波兰 协议还规定了美国扩大在波兰驻军 所需的后勤和基础设施费用的分摊方式 美国陆军第五军海外总部 明年也将前往波兰 于是波兰成了美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 蓬佩奥在华沙把波兰捧到了天上 指责白俄罗斯是流氓政治 与此同时 北约部队在波兰和立陶宛举行军事演习 怎么这么巧 这两个国家都与白俄罗斯接壤 对此白俄罗斯政府宣布 在与波兰和立陶宛的边境 举行为期三天的大规模军演 其中重点演练防空 炮兵和导弹部队也将参加 外患内忧 白俄罗斯现任驻斯洛伐克大使 伊格尔列谢尼亚 甚至通过社交平台发表视频称 他公开支持抗议的广大民众 我仅代表白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民 宣布这场选举是虚假的 这是白俄罗斯第一位公开变色的高官 与乌克兰前些年的那场运动如出一辙 前车之间 卢凯申科不想重蹈乌克兰的下场 他向普京发出了请求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莫斯科 2月15号 卢凯申科和古京进行了长时间电话会谈 双方商定 只要白俄罗斯遭受外部军事威胁时 向俄方提出请求 俄方就将为其提供全面安全保障援助 于是 俄罗斯武装部队结束了在圣彼得堡以南的演习 并在俄罗斯南部 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地方 再次准备举行演习 俄罗斯第144机动部强师 早已驻扎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 目前第28机动力已经增援至白俄斯边境 罗凯申科 这个曾经的苏联共产党员 亲眼见证过苏联的解体而无力改变 如今 他在明斯克执着地坚持着 因为他知道对西方言听计从 最终只会国将不顾